顶流赵丽颖新剧终于开播了 这是他与灵更新的二大古装 刚开播就碾压式地霸占个大平台热搜榜 身为灵界必仓王的沈 为了逃避家族给他定下的联姻婚约 在与阻止自己逃离的灵将们展开激烈大战后 被自己手下最得力的干将莫方偷袭 然而莫方此举却是为了释放沈丽的灵力 好让他逃脱灵界去到凡间 这样灵界的将领们 一时半会就不能寻得他的踪迹了 沈丽化作一团炙热的火焰从天而降 顿时吸引了一个书生模样的男人注意 失去了灵力的沈 在坠落到凡间的土地上后 立即幻化成为了本体灵鸟 等到第二天沈丽从昏迷中苏醒过来 就发现自己出现在了一个陌生的庭院 还有一个男子将自己当成了一只野鸡 正在给自己投喂食物 沈丽本想教训这个对自己无理的反应 奈何自己灵力尽失 一点竖法都施展不出 凡人见沈丽在地上弄得满身的灰层 便上前将她进行驱赶 想让她去到一旁的水池清洗一下身体 然而等到沈丽被她推落到水池里后 凡人才发现沈丽竟然没有水性 没办法凡人只好将沈丽从水池中捞起 轻轻地按压了几下沈丽的身体 让她把灌下去的水吐出来一些后 沈丽这才恢复了意识 这混账东西故意折腾我的吧 做人要有礼貌 无明行云 可不是什么混账东西 水性真长 接下来的日子 沈丽一直在观察这个名叫行云的凡人 初见时还觉得此人样貌不凡 或有一种天上神君的气 然而下一秒沈丽就发现 行云竟然体弱多病 每天还要熬煮汤药服下 顿时觉得行云刚建立起来的神圣模样 一下子变得平凡的不行 不过好在行云的厨艺不错 本来还高傲的不想使接来知识的沈 在闻到行云送来的诱人美食后 也放下了身为必仓王的冷傲架子 将行云送来的食物转瞬间就全部一扫通 等到行云离开之后 沈丽就发现一个女子从院墙翻了进来 沈丽原以为是小偷入室行妾 观察一番后才明白 原来是暗恋行云的田螺姑娘 然而就在沈丽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 却被这个田螺姑娘发现 还将她一把抓在手里 准备将她给炖汤给行云补补身体 好在行云及时返回院里 这才让沈丽逃脱了被炖的悲惨命运 等到那个田螺姑娘被行云催走之后 沈丽才开始不停地吐槽那个姑娘看错了男人 却没想到沈丽的吐槽 竟然被行云给听见 沈丽这才发现 原来行云可以听懂自己说话的鸟语 沈丽此时越发地觉得 眼前的行云非常的可怕 害怕自己早晚一天在这被她玩死 于是在一天沈丽趁着行云打开院门的时候 偷偷地溜走 然而等她出现在集市上面 却被百姓们争抢着想要将她擒下炖汤 好在最终沈丽还是脱困逃离 而此时的天空突然下起了瓢泼大力 就在沈丽已经被淋得像是一只落汤机后 抬眼发现 行云竟然突然出现在了她的眼前 赵丽颖新剧一开播就变成了一只肉鸡 好在烦人行云将她给收留 不仅每天给她制作精美可口的料理 还为她布下聚灵大阵帮助她恢复灵力 然而每天吃着行云制作的素食料理 沈丽也终究发出了不满的抱怨 她吵着要行云给她做一顿婚食 可行云却说自己没钱购买肉食 沈丽便指着行云每天售卖的人身说 难道卖掉这些也没钱去买吗 行云说那些只是平常的普通山参罢了 卖掉也换不来几个银钱 况且她还要用那些卖掉山参的钱来买药 治疗她这具体弱多病的身体 所以就够没钱去买什么婚食了 听完行云的解释后 沈丽想着行云近些日子对自己的照料 觉得是该时候给她一些补偿了 于是沈丽使用恢复了些许的灵力 想要把地上的石块变成金子交给行云 奈何她的灵力恢复不够 变成金子的石头很快就变回了原样 沈丽本就是个非常要强之人 于是继续地催动点石成金的束缚 结果尝试了好几遍也都没有成功 一旁的行云知道了沈丽的想法 无奈只好翻出了储藏起来的几枚银钱 决定明天还是给她买回二两肉吧 第二天行云带着沈丽来到集市 原本准备用银两买肉的行云 却在集市上给一位书生算了一挂 最后还应验后从书生那换回了一块生肉 回到家后沈丽才知道 原来行云有亏得天机的能力 也怪不得她会遭到反噬疾病缠身了 没过一会一位村妇来找到行云 因为听说她能准确地算挂 便想来求问自己参军的夫君何日才能归来 然而行云在看了一眼这位村妇后 却拒绝了给她看想 沈丽不明白行云为什么要拒绝村妇 不过她也从村妇的身上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地方 想来行云可能也看出来了 夜里沈丽偷偷来到村妇的家外 她想要证实一下白天看见村妇的异常 结果在抬眼看去的瞬间 竟发现一个身影虚无的军士正站在村妇的身后 沈丽闹出的声音惊扰了军士 一番追逐下军士终于将沈丽给制服 而村妇也在听见动静后跟出来查看 好在跟随沈丽而来的行云出手将她打晕 军士剑撞变相的行云打来 沈丽告诉行云 她刚刚击退了一个仙人 那个仙人应该就是村妇的夫君 想来是舍不得村妇所以一直在此盘回 行云立即开始用石头布阵 等到布阵完毕之后 便大叫沈丽归来 下来吧 幻化回原型的沈丽 一出手便将仙人军士给打败 在确认了她真是村妇的夫君后 行云便另外布置了一个阵法 唤醒了刚刚被打晕的村妇 让她俩在阵法里终于相见 然而沈丽却知道 仙人军士一直徘徊在村妇的身边 只会不断地折损村妇的阳寿 等到两人相聚了一会之后 行云便将此间因果告诉了军士 让军士自行选择失去适流 村妇当然不舍自己的夫君离他而去 让这即使用生命来换也要留下夫君 身为灵界毕沧王的沈丽 曾为无数下属军士举行过超度术法 只见他娴熟地截出术法印记后 很快便将军士引渡离取 男人不慎跌入了水 女人见状急忙跳下去施救 可是在水中发现男人好像是故意的样子 女人便抓着男人的头发 开始将他往水面上流去 已经幻化成人形的沈丽正准备起身离开 却一下子又变回了肉鸡的样子 这一幕只把一旁的一位村民看得呆住 村民急忙跑去向城主大公子汇报此事 说看见有人把肉鸡变成了美女 还能把美女变成肉鸡 大公子文言顿时生出了兴趣 第二天便派人上门找到行云 让他立即去往城主府让自己见见 可是行云却拒绝了大公子的邀请 侍卫见状一板推倒了行云 行云则赶紧打掉了压住院子阵法的阵势 院子里的阵法被激活后 沈丽立即又从肉鸡变回了人形 哪来的仗是欺人的东西 敢招惹本 本姑娘的下人 你是活腻了还是想死啊 侍卫亮出大公子的令牌 说出他们此行的目 结果沈丽一记闪现了身法重来 直接抢走了侍卫手里的令牌 然后一把将令牌给掰断后 挥手间就把几个侍卫给扫出了院子 然而刚把侍卫赶走 沈丽就开始质问起行云 为什么要用石块压制院子的阵法 难道是故意不让自己变回人形吗 行云立即发出嗷嚎的痛苦 反过来质问沈丽不用对他这个恩人如此绝情吧 沈丽见行云痛苦的样子 便立即上前进行查看 结果发现行云好像真的气息微弱 一副将死之相的样子后 这才压制住了心中的不快 决定等到他的伤势恢复之后 自己就离开这里 然而在接下来的日子 行云就借助自己被沈丽弄伤的身体 使唤着沈丽帮忙做很多的家务 甚至还让沈丽把院子里的鱼缸磨一下位置 说是鱼缸和院子里的风水息息相关 得换一个更好的地方望一望起云 结果沈丽按照行云指点的位置挪动鱼缸后 行云又说位置不好再换一下 如此往返地使唤了沈丽好几次后 沈丽终于不耐烦地不陪他玩了 第二天行云又使唤沈丽帮忙把院子里的树叶清扫 可是沈丽拿着皂帚正准备打扫时 行云又说平时自己打扫树叶的时候 都是用手一张一张捡起来的 行云捡起一张树叶回到屋里 将树叶放进书本里压制成书签 沈丽这才发现 行云这一次真的没有欺骗自己 她真的收藏了好多的落叶 而且每张落叶上面还写下了捡起树叶的识 夜里等到行云熟悴之后 沈丽又来到行云收藏树叶的桌旁 翻开了一本查看里面的树叶所写的内容 其中一张树叶上记录了行云父母逝世的日子 还有他弟弟染病离尸的日子 自从沈丽恢复了灵气之后 就被行云使玩着做起了各种家务 沈丽使用灵力操纵的菜刀进行切菜 只把行云都给看得呆住 然而行云不经意间在触碰到沈丽之后 沈丽竟然抑制不住的开始心跳加速 而且翘连立马就变得通红 为了逃离此时这干大的环境 沈丽赶紧离开了院子去到外面透气 她实在是想不通刚才 吃饭了 然而仅仅是行云这平常的叫他名字 加上吃饭一词的组 却让沈丽心中荡起了一阵涟漪 因为在灵界的时候 沈丽只会听见自己的名字后面 加上各式各样的词汇 却唯独没有人叫上他的名字后 再加上吃饭一词 两人吃过午饭之后 城主大公子正式来到院子 因为大公子上次派人来请行云就被他拨了面子 所以这一次大公子亲自上门邀请 然而行云依旧拒绝了大公子 气得大公子当即就将一杯热茶洒向行云 紧接着大公子带来的一众侍从相继跳入院子 沈丽只是简单的一个挥手 院子里的一根竹竿就突然袭向一众侍从 只是片刻间的时间 所有的侍从就被这个竹竿依撂倒 连带着大公子也被竹竿敲打着屁 被沈丽从院子里全部赶走 之后行云熬至重要的时候 让沈丽帮他拿一张帕子来拿起药关 沈丽却直接上前赤手把药关给拿了起来 你好歹是个姑娘家 怎么把自己当成男人是 行云抓住沈丽的手检查是否胖伤 明明是在责怪沈丽的语气 可是沈丽听起来却觉得是这么的好听 因为他堂堂临界避仓往里 一直以来都被他人当成是男儿看待 何时有人像行云这般把他当做女儿 第二天行云带着沈丽来到城里 准备找城主府的二公子交流 因为昨天他们惹恼了城主府的大公子 行云便想着借助二公子来制衡大公子的抱 然而在行云看见二公子的第一眼后 竟然让他想起了一位和二公子长得很像的故人 两人被二公子请进了府里 行云交代沈丽在院子里等着自己就行 随后他便随着二公子而去 然而沈丽在院子里闲逛的时候 却突然感应到了一股异常的气息 沈丽这边的动静惊动了府里的下人和二公子赶来 二公子健壮急忙将女人环抱起来 沈丽也赶紧将女子的腰带帝还回去 之后沈丽和行云从二公子府里出来 行云拿着二公子给他的赏钱在沈丽面前显摆 之后摸了一下沈丽的头红 就说拿着钱给他买肉回家吃 沈丽在经过这些时日和行云的相处 发现自己已经渐渐的迷恋上了对方 只是面对沈丽的直面表白 行云却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 此时的沈丽 简直想把眼前一脸默然的行云大谢八块 不过最后还是忍下了没有对他动手 今天沈丽是带着行云 来到城主府二公子顾城景的府宅 借宿几日的 因为就在刚刚 大公子的下人们擅闯入行云的院里 被他提前布置好的凶阵给困住 院子里的动静很快便惊动了沈丽和行云 原本他们只是准备等到天亮之后 再将困住的下人们赶走 起料还没等两人返回房间 大公子派来守在外面的人员就设来竖发火箭 瞬间就将院子和被困住的下人点燃 行云不忍下人们被火焰烧死 沈丽便使出了刚刚恢复的灵力 将已被点燃的下人和院子顷刻间全部吹灭 从而导致院墙也被刚风吹倒 所以沈丽才带着行云来到二公子顾城景的府宅 想要暂住几日的时间 只是两人刚刚来到顾城景的院里 沈丽就感应到了很多微不可查的灵气波动 沈丽立即催动自己的灵力之眼 一下就看清了漂浮在四周的灵气气团 只是过了一会的时间 那些本来稳定的灵气气团 却突然变得焦躁起来 沈丽知道一定是顾城景豢养的妖灵失败 必须找到妖灵及时的制止 于是两人寻着气团出现的地方 来到了一处院里府宅的地下 正好就看见了已经魔化的妖灵小河 正准备对顾城景出手 我都得死 小河 我还是喜欢你脸红害羞的模样 别逼我动手 小河见自己不是省力的对手 便催动院里池子的本体荷花 将地上的建筑压住 然后就化为一道钢峰遁形离去 之后询问顾城景小河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才知道原来小河魔化的原因 是因为多年前顾城景的妻子因为救她而失去了生命 后来顾城景寻变术法人士后 才找到了救活妻子的办法 就是先用树灵阵将妻子的遗体留存 然后再换养一只妖灵后 用妖灵的生命来换取妻子复活 原本这一切计划进行的非常顺利 却没成想到今天小河无意间来到地下密室 识破了顾城景的计划后 便瞬间魔化想和顾城景同归于尽 沈莉带着行云重新回到院子 刚上来就遇见了沈莉在灵界的麾下墨云 墨云告诉沈莉 因为昨晚感应到了她的灵力波动 灵界已经派人在到处寻找她的下落了 沈莉知道自己不能再继续留在行云的身边 便让墨云回去帮自己在拖延半日的时间 她还要把手头的事情处理完毕 等到墨云离开之后 沈莉才将躲藏在池水中的小河给逼了出来 沈莉抓住小河就是一顿胖揍 没几下的功夫就将小河给赶快 沈莉想要劝说小河离开顾城景 毕竟顾城景豢养她的目的就是为了换取妻子的性命 可是小河却执意要在离开之前再见见顾城景 沈莉无奈只好带着她回到密室 让她躲在一旁偷看顾城景对她究竟是否在意 只是在看见顾城景对王妻一往情深的模样后 小河最终还是选择了成全两 小河牺牲自己救活了顾城景的妻子 沈莉却对这个结果不是满意 奈何这是小河自己的选择 沈莉也不好再说什么 只是沈莉告诉行女 日后她自己的父决 如果胆敢和别的女人有所牵扯 她必将其诛杀 沈莉这时才发现 行云的手臂早已被怨气泡泡灼伤 因为怨气含有剧烈的毒性 她自己又不会竖法类的医术 只好将行云从密室里带出去后 给行云略微地用灵气阻止了毒素的侵蚀 然后便转身去找附近的山林土地为她进行治疗 只是沈莉在寻得山林土地之后 却发现远处天边有灵匠出没的痕迹 便没有跟随土地一起返回救治行云 只是过了一会等到派去医治行云的土地返回来后 沈莉才得知灵匠已经将行云当作人质 没有让她为行云进行治疗 这个消息让沈莉心中充满了矛盾 如果自己返回去就行云肯定会被灵匠困住 但是自己不去的话行云可能很快就会没命 挣扎再三之后 沈莉还是决定了返回去找行云 结果就被赶来的数万灵匠将她包围了 沈莉抄起灵枪划破了自己的掌心 接着沈莉的掌心便射出一道光束 顷刻间便在她和行云的上空 形成了一道禁术防御步盾 然而面对数以万计的灵匠进攻 步盾只是维持了片刻的功夫便瞬间瓦解 沈莉知道自己今天已经无法脱壳 但却想在离开之前最后给行云再说说话 她施展屏障结界阻挡了外面的偷听和偷看 将奄奄一息的行云从地上扶了起来 然后缓缓地向行云吻了下去 原来行云是最后一位上古神行指 来到人间消磨光阴的 而且沈莉与天界定下的婚约 也是行指在离开天界之前 胡乱错点鸳鸯给指定的 沈莉被灵尊带回灵界之后 就被罚去冰山关了禁闭 只是等到一个月沈莉被解除禁闭出来后 收到的第一个消息就是行云已经逝世 毕竟灵界一个月 人间三十年 沈莉在被关禁闭的时候 就猜到了自己出关时行云已经离世 而另一边的行云也因为结束了凡间的仪式 重新回到了天界 天界的天君在感受到天界有祥瑞之气诞生后 便知道是行指神君返回了天界 于是天君第一时间前去攻迎神君归位 顺便询问神君 他在离开前定下的灵界与天界的婚约 是否该继续进行 因为被指点婚约的两人 似乎都很排斥这门婚约 被天君提及婚约一事 行指这才回想起来 自己在离开天界之前指点婚约一事 然而此时听见婚约当时一方 竟是灵界的避仓王后 行指才对天君示意 既然两边都不慎满意这门婚约的话 那不如给他们将婚期再拖延一些时日再说 另一边的灵界 热闹的集市上本来是一幅和谐安宁的场景 却因为一股浓密的瘴气出现 扰乱了一时的平静 好在混乱中一杆灵枪突然出现 这才将充满了煞气的瘴气给排解在外 灵尊立即组织灵界的灵将开会 了解到是因为虚天渊的封印出现了波动 所以造成了瘴气的外泄 灵尊立即拙人前往虚天渊探查情况 待查明真相后再回来上报 这时另一名灵将上前向灵尊汇报 说天界传来神域 避仓王与天界的婚约要延期举行 说改期便改期 何这是价值啊 全是他仙界的人做主 就是啊 怎么还改期了 这都是委屈我们王爷的事 改不改期 都是他们仙界做主了 欺人太深 这婚约 行了行了 都下去吧 是 沈黎 你留下 带到众将散去之后 灵尊才将沈黎叫到了自己的府邸 灵尊知道沈黎不满天界定下的这门婚事 可是为了平定灵界这边封印 灵界也不得不同意这门婚约 而且不仅是因为这个 更是因为为他沈黎定下婚约之人 是如今三界唯一存留的一位上古神行指指定 独居天外天的尊神 你的这门亲事 拜他所赐 沈黎知道这位上古神行指的传说 但是自己的婚姻大事 却不能因为他是上古神 就能胡乱给指定的 而沈黎这事也明白过来 既然婚约是上古神行指定下的 那么刚才来通知说要延期举行的 也一定是那个行指决定的 对此沈黎更是不爽 凭什么自己的婚姻是他行指说办就办 说不办就不办的 沈黎气急败坏的就要离开灵尊的府邸 不过却在离开前延此肯定的对灵尊说 我不想嫁 自从得知自己的婚约 是上古神行指亲自定下后 沈黎便在心中 对这个名叫行指的上古神充满了怨恨 他坚决的对灵尊表示自己不嫁 可是事情没过几天 灵尊就传来了边界封印松动的消息 灵尊派两位灵尊大将前往边界查看 结果才几天时间过去 其中一位大将就只是一具尸骸返回了灵尘 这一次灵尊准备派遣更多的将领前往 沈黎也守当其冲地请命出征 然而灵尊却直接无视了沈黎的意愿 还发出了禁止沈黎一个月离开灵尘的命令 这边灵尊大军来到边界封印之地后 便遇上了一匹赤魅恶狼的袭击 虽说此行灵兵数量不少 但是却无法真正的制服这匹恶狼 反而还在几个回合的交手后 灵兵这边出现了非常大的伤亡 就连沈黎挥下第一大将末方也不慎受伤 恶狼朝着末方凶狠地歇来 眼看末方即将沦为恶狼口狼之事 忽然一柄耀眼的灵枪击退了恶狼 众灵兵们像是看见救世主一样的欢呼沈黎的道理 而沈黎也没有辜负各位灵兵们的期望 只是与恶狼交手了数个回合之后 沈黎就将这匹痴魅恶狼斩杀在灵枪之下 只是这场交战沈黎也被恶狼中创 就在沈黎快要历劫而晕倒之时 却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远处 行云 沈黎以为是凡间的行云来了 他冲上前就要行云为他做顿好吃的食物 只是沈黎的伤势太过严重 还没等他说出几句就晕倒在了行指的环影 没错来源正是上古神行指 沈黎在昏迷间梦见了他和行云在凡间的往事 只是等他醒来之后 却没有看见刚才出现在自己眼前的行云 而是墨云在问候了他的身体状况之后 竟然向他进行了表白 不行 真的不行 我命令你 立即肃清你脑子里的这些想法 连根头发丝都不能有 这是军令 沈黎言辞拒绝了墨方的表白 很快就听见屋外有人说话的声音 没过一回 沈黎就看见 那个长得和行云一模一样的上古神 行指出现在眼前 行云 王爷 这位是天外天的行指神君 特来帮我们加固须天云的封印 行指来到沈黎的身旁刚刚坐下 沈黎就开口对他询问 你可曾去过人家 认识行云吗 不认识 他是最后的上古神 行指 他说他不是行云 是啊 行云已经死了 行指查看了一番沈黎的状况后 交代一旁的灵将 他会在灵界带上一些石 准备去查看一下边界出现封印松动的地方 之后还得劳烦王爷 亲自为我带路 灵将自见裴行指去边界查看 说审理王爷的伤势一时半会还无法痊愈 行指却说有他为审理医治 只需三日审理便可完全康复 末方还想上前劝说行指 行指却一口反驳地说道 我就要他带路 我就要他带路 在这一刻 感谢观看